这是研究经续文里都说的 那决定不是假的 老后生不会造谣生死 有一天他在房间里面 在房障室 突然有一桩事情 想起来立刻要去办 他从座位起来之后 就是走出去了 走出去之后 突然想起来 我房间门关的 我好像没有开门呢 怎么就出来了 回头一看门真的是关的 再推就进不去了 这没有障碍啊 这门没有障碍啊 在他那一刹那之间 他没有想到 门是关的 他没想到门 他就走出来了 第二个念头呢 分别执着念头起来了 就不行了 就进不去了 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当中 这是个房子 这是个门 这是个窗 你这样的分别 这样的执着 他就起作用了 发心融通 为发界之心 这个给我们说出了 四十点真相 试出事情 所有一起发现 这个发现呢 就是我们讲的现象 太多了 无量无边 无净无素 但是 但是 若把它分成 三大类 就全就爆了 都包含了 这个三大类 第一个 精神现象 发现 第二个是物质现象 第三个是自然现象 这三大类 都包括进了 也包括了不同维持空间 那是属于自然现象 那是属于自然现象 发现 跟发现 是一桩事情 发现 是体 发现 就是现象 现象 从哪里生的呢 是一体 而生的 那么体 既然是 云荣 通达 无碍 这四项上 还会有障碍吗 在理论上讲啊 应该是没有障碍 可是就我们眼前 这些四项上来观察呢 它真有障碍 那这障碍 从哪里来的呢 这障碍是真是假的呢 佛告诉我们 没有障碍 一切众生 所感觉的这个障碍 不是真的 是从他的妄想分别 执着而生的 换一句话说 是你自己障碍自己 实际上 所有的事物 真没有障碍 那你要什么有障碍 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 戈壁房间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这不就障碍了 为什么有一道墙挡住 我们就过不去 这不就是障碍了 没错 我们人有知足 它造成障碍了 那我们看看 幽民界的众生 天道的众生 他对这个没障碍 这个墙割出 他进出自如 我们人间这个障碍 障碍不了他 他在幽民界 他自己有障碍 由此可知啊 障碍是出于分别执着 那人要到不分别 不执着的时候 有没有障碍 跟诸说没有障碍了 即使是战士的 刹那之间 你心里头 没有动这个念头 你就发现 有奇迹出现 这是我们一般人 就讲奇迹出现 实际上呢 是很平常 我们读 原因法师 原因究竟讲义的序文 原因法师 一生有两样东西 很有价值 这两样东西 是他老人家 成熟之后的作品 不是年轻时候作品 七十岁以后 一部是论言经讲义 也不是原究竟讲义 最后的一部 原究竟讲义 他在讲义里面 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这是原究竟虚文里头说的 决定不是假的 老和尚不会造谣生死 有一天他在房间里面 在房长室 突然有一桩事情 想起来 立刻要去办 他从座位起来之后 就是走出去了 走出去之后 突然想起来 我房间门关的 我好像没有开门 怎么就出来了 回头一看 门真的是关的 再推就进不去了 这没有障碍啊 这门没有障碍啊 在他那一刹那之间 他没有想到 门是关的 他没想到门 他就走出来了 第二个念头呢 分别执着念头起来了 就不行了 就进不去了 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当中 这是个房子 这是个门 这是个窗 你这样的分别 这样的执着 他就起作用了 所以幽民界给天界的时候 他对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他来去自如 他们自己的房子 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鬼那个鬼住的房子 我们走进走出 就跟他走我们人间一样 没障碍 你没想到他有障碍吧 真的是人鬼杂居 房子重叠在一起 他的障碍他过不去 我们的障碍我们过不去 我们障碍他能过去 他们的障碍我们无碍 这不就是说明吗 障碍从来的分别执着 没有分别执着 障碍就没有了 这种在佛法里面 叫神足通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什么人证得了呢 三国 罗汉 我们知道罗汉有四国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三国罗汉没张开了 所以这个能力叫神足通 那么由此可止 三国圣人 对于执着 放下不少了 还有一些 那个再放下呢 他就证四国阿罗汉 三国叫阿罗汉 四国叫阿罗汉 他还差一点点 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就没有障碍了 那菩萨就更不必说了 菩萨所证的 超过阿罗汉 天人没有障碍 我们理解 我们能理解 所以确确实实 没有障碍 我们如果把这个分别执着 淡化了 当然叫你不执着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看得淡 不要过分 先淡化 慢慢就能把它断掉 烦恼减一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平位就增加一分 就这么个道理 烦恼减两分 到极乐世界 平位就加年分 有大利益了 如果你真的 把执着放下了 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在同学图 是在方便土地上 被完成 如果能不执着了 于切发的不执着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是神 是报专言土 不再方便于土 所以你就想到 这个放下对我们 来说是多么重要 阿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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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密陀佛